《國際局勢,信息萬變,香港政壇,風起雲湧,政壇變動,和你深入分析》 梁錦祥,一周時事 大家好,我是法國佬 接下來myradio在1月14日至18日晚,一年五晚 會有節目接聽大家聽眾的電話 請大家到時踴躍打電話來 時間是晚上9點至10點 就是本土最前二線 大家記得電話號碼,到時打電話來 大家插出一下,2440-4088,2440-4088 請大家多多支持 毓敏動築圈2019,我廣告我在,I'm still here 年初五、年初六,自演兩場,門票演已公開發售 不過毓敏平時吵人,吵到喉刀沙麻,很容易入菌 只會開兩天,風險很低 如果開二十多場,就說很容易中流感 話說回來,為何報新聞又會有廣告? 也沒說不行,旁邊台譜新聞 也不用打出大波 那為了錢,你有甚麼是做不出的? 那我真的沒有,那給錢了嗎? 給完了 那就行了,毓敏不在在議會青筋爆炎 聲勢力竭,爆竊鬧狗官 強勢回歸動篤寸舞台,笑罵賊人,教人 若而且若,更加過癮,兩晚還特設神秘嘉賓 神秘嘉賓不會是你 是你一晚 曉雯,我為了錢有甚麼做不出的? 不知道呢,你猜一下 門票分988,688,388 立即打31288,288,買票吧 第3節 其實有很多人都幫泛民解話 就說那個所謂 這個長者縱援那個申請的年齡上限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的記憶所及 很多社福界的人都反對 但是在財政預算案裏面都是那一句 那為何你那班泛民主派議員 或者現在那班建制派議員 當時你不去質疑這件事呢? 在那個財政預算案的辯論中 正式提出這件事 如果委員會有同意侮辱出來的議案 就擱置這個所謂的年齡上限 那為何你明確反對他呢? 但是去到財政預算 你明確反對他嘛 那為何你張超雄和邵家俊沒有投票 然後那些泛民傳媒就在那裏解話 說你什麼林鄭月娥陰狗他們 那你為何要被人陰狗呢? 就是他們的說法就是 那些泛民主派議員 或者甚至乎民建連梁志祥都問過 那他們是反對這件事的 那你都要強行來的 他意思就是這樣 那整個現在是強行來的嘛 那現在你的解釋呢? 陳克勤就說 我不想你財政懸崖嘛 就是當時的立法會議員 就是我講的 就是用我們專業的說法就是 你政府就認為我財政預算案 你一定要通過的 是吧? 那所以你催我不想 但是另一個角度來講 如果你建制派和泛民主派都反對的話 他就過不了 你就提出西政案 是吧? 你沒有做嘛 那所以你那些糟糕 你什麼泛民媒體 你在解釋什麼話? 你說林鄭月娥陰狗人 她說的那個說法不對的 過去也有很多議員反對 將這個長者縱瞞的年齡上限 提高至65歲 但是政府仍然是一意孤行 然後利用財政預算案 八王下相公 就這樣說話 你知道嗎? 那現在八王下相公說 當然了 她說你凡人主派 你沒有意志和她組織 那你同一個邏輯也是 那你將來… 我看到一段 就是這個01 這張垃圾傳媒 她說 林鄭月娥有個小聰明 不但算於打法立法會資深公務員 而且是特區之首 她算於打法立法會 那這群立法會員 你還要幫她的泛民主派解話 是嗎? 她需要的不是政治小聰明 從政治應有的大智慧現見 將者縱瞞處理 就令社會大失所罵 那你就沒有大智慧了 那你就有小聰明去打法立法會 那這份報紙 你說什麼呢? 說什麼呢? 現在大聰明就是什麼呢? 她馬到習主席 這個就是大聰明了 你又不說這件事 她馬到習主席 她在香港做什麼都行 這些垃圾評論 不是的 他們要幫那些 spin spin 其實很難spin 如果我說你不能spin 但你可以哄咬其他人 他強行來 我們就沒辦法 沒辦法 他強行來沒辦法 23條 沒辦法 那你現在在吵什麼? 沒辦法的話 我選你和選他 有什麼分別呢? 你說沒辦法 那你為什麼要叫人撤回呢? 說不通 你為什麼要叫人撤回呢? 是吧? 怎麼說得通呢? 所以我們說三不一沒有沒有錯 不投票 曉得你了嗎? 泛民主派沒有 不總辭的理由 曉得你了 現在說這個 真的會吵 這句很吵 怎麼會吵 吵了的原因就是 他遲些是全部選輸了 他不會輸的 所以梁錦祥 你真是 君子可以棄其荒 他怎麼會輸 香港人這麼笨 是吧? 香港那些黃絲 這麼笨 他怎麼會輸呢? 是吧? 上次和我們去台灣 也有一個 一樣是這麼笨 他趕回來投票給你 最後人 參加我們的團 以後不要參加這個團 也不要 因為你再參加 會被黃絲雲 再拿你出來 做一個例子 是呀 你說多好事呢? 你說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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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何其多呢? 那你有什麼辦法呢? 那他便 他便 穩固 還有很快些人會忘記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我現在在哺哩巴哩 那些人會很快忘記 下星期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是吧? 很快就會忘記 他接著又拿出來 他就說 守護庫房 頂住23條 過法過而過了 所以 現在各過法都是 他們現在 胡志偉又走出來說 今天 裡面的條文 好像頭上一把刀 我們不會接受 如果你不趕我 可能不支持 我就相信 你胡志偉 試試你投反對票 DQ你 無論得選 我現在告訴你 用過去這些選舉主任的邏輯 你說我說的 怎會有錯呢? 如果你反對各國法立法 你反對這條條例草案 那紀錄在案 你是反對的 到時選舉主任就拿出來 那問你呢 你那個人反對 你解釋給我聽 你為什麼要反對呢? 你反對就是 反對中華民國的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憲法 你不是憲法 你不是憲法 真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因為各國法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附件三 列了為全國性法律 OK 那如果你反對 這個各國法立法 你真的反對基本法 你反對基本法 你就不可以參選立法會 就是這樣 不需要去到憲法的層次 你宣誓的誓詞 都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好 還有我做兩屆立法會議員 我也沒有效忠的 我都是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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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可以去到骨 你們也不能去到骨 因為我收納了共產黨的錢 他要給我 我可以去到骨 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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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港獨,然後被共產黨打壓民主派 關你什麼事,你都說反對港獨,怎麼會打壓你呢 他只是打壓陳浩天 打壓其他主張港獨的人,怎麼會打壓你呢 所以以後又可以有一個標準 凡是可以丟得參選立法會的民主派議員 全部都是跪下的 是不是 這是劉小麗說的 難道真的要跪下才可以丟得參選嗎 跪 給你一個光環,就是跪著爭取民主 你不是站著爭取民主,不是站著爭取民主 而是跪著爭取民主 你們這些肌頭,現在說什麼話 我再清楚表達我們的意見和立場 楊岳橋若稍有廉恥 第一,應該辭去立法會公民黨黨魁的職務 因為你會陀害公民黨 我為公民黨計算 如果為整個香港民主大業計算 楊岳橋應該辭去立法會議員的職務 你不要投票給泛民主派 OK 如果為全香港計算 我們就不應該投票給泛民主派 不是 我們是不投票 建制派也不會投 是嗎 我不是主張招土 我不是招土派 我什麼派也不是 OK 不要挖我 招什麼土 我只是一個評論員 我說的話,有人信服 有人支持 聽的人 他懂得分清是非黑白 不關我的事 OK 不要投票給我 我正如某些人說 我現在毫無影響力的 沒有政治能量的人 是嗎 不要吵你了 不要經常說我 OK 你們這些吵我 的目的都是為了吵你了 可以在YouTube上營利 賺那些廣告費 OK 我體諒你 因為你錢沒有我這麼多 我賺錢的洞路多過你 是嗎 你什麼 我贏長馬都救你了 不要做我一年了 我告訴你 是嗎 那這個沒有空的 OK 是嗎 所以 就是 我們是一個 沒有影響力的人 在政治上 但是我是一個很專業的 政治評論人 是嗎 萬事都被我看通了 我怎麼可以不佩服自己 我用你佩服我嗎 是嗎 是嗎 就是很簡單 我打贏官司 你那幫泛民主派 有誰恭喜我呢 一個都沒有 是嗎 就是你 你 私怨民動 就是理性 止暴 一定是這樣 是嗎 你分辨是非的能力 就相對是降低 但是我們說的是大事大非 我對你楊岳橋 我以後沒有私怨 我不認識你 是嗎 我跟你又沒有任何交往 但是不似你的所謂 你是一個立法會議員 你是要受公眾監察的 我是監察你的其中一個人 只不過我是比較有水準的那個 我比較有水準的話 就是因為我有知識 有經驗 我有議會的知識 有政治的知識 我有議會的經驗 知識加經驗 就令到我比其他批評你的人 更加專業 就這麼簡單 是嗎 更加有說服力 我可以搬一段 八年前我去MoveMotion那段片給大家看 然後證明你這個混蛋多混蛋 是嗎 這不是有說服力嗎 是 是嗎 不是兇偶說白話 我不是兇偶說白話 是嗎 我搬這段片出來 很醜樣 跟你的樣子相差很遠 那些女兒一定喜歡你 不會喜歡我 是嗎 但是證明你何其不堪 何其混蛋 你知道嗎 是嗎 如果你的黨 還找你馬首是膽 其實很嚴重 是嗎 是嗎 馬首是尖 什麼呀 是馬首是膽 馬首是尖 他的黨又說馬首是膽 那你屌你 這個黨 這個黨也很奇怪 由余若薇領導之下 其實我也不想說 真的不想說 就是立法會 說來都是廢的 不過你都要讓我們 可以說 有什麼很厲害的 你說我聽 如果沒有這件事 都不會說 完全不會 香港都不會說 好嗎 是啊 寧願說台灣好過 說台灣 遲些說大陸都可以 大陸都可以 大陸有很多東西要說 對 說這些說來拖 你看到你這幫人 這種完全是不值得 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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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剛才我呼籲浪費 浪費 你叫你公民黨去譴責他 這些就多糕魚 叫你泛民主派去譴責他 又多糕魚 叫他辭職 又是多糕魚 是吧 我就這樣 但是 雖然是這樣 我們都覺得非常之悲哀 悲哀的就是 你香港支持民主派的人 如果你不在選舉裏面 去懲罰這些 去懲罰這些人 你就是懲罰自己 台灣最近的選舉 不是很清楚告訴大家 那張選票多少有用 是啊 你民進黨做得不好 一夜之間就要你民進黨翻盤 是嗎 你那些 你那些 香港那些泛民支持民進黨 那些 跟他同一口徑 說共產黨 你那些 做功夫 共產黨這麼厲害 解放了台灣 不用武統嗎 你 不用說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嗎 說到口水乾 是嗎 所有這些地方院士的市長 全部都是共產黨臥底 多麼厲害 那你共產黨 還用什麼 要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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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說話 真是 這些賊頭 香港這幫 香港這幫很奇怪的 你明白嗎 他又 支持民進黨 他又反對港獨 有些人說我反對台獨 支持港獨 我什麼時候支持港獨 你明白嗎 我從來都沒有支持港獨 對不起 是嗎 我又沒有資格反對台獨 我香港人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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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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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只是理解 為什麼香港的年輕人 有人主張港獨 是嗎 他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他有個道理 我就舉過我兒子做例子 我第二兒子是美國公民 是嗎 他拿美國護照 他說 我96年離開香港去美國讀書 你97年來 你當是你共產黨管香港 都不關我事 你一天都沒有管過我 96年之前 我就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指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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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拿BNO 是嗎 他說 我拼不住他 就算我是大中華 交大中華人 我對著兒子 我都沒有符合你中國人 你現在是臭小子 不要數點亡組 他說 中華人 你拼了我去美國 在那裡讀書 然後我去工作 結婚 我已經變成了美國人 我在香港 97年7月1日 我都不在香港 是嗎 所以你要明白 為什麼香港的年輕人 很多主張港獨 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他都有歷史的原因 再加上你整個共產黨 屌你有沒有倒行逆施 香港特區政府 屌你有沒有一年 衰禮過一年 一屆衰過一屆 現在還口口聲聲叫人 漢奸賣角 拆掉你 你還在早點亡組 你真是傻了嗎 你真是壞了腦 是嗎 再說這一套 哪有人會接受 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 是嗎 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 你真是 你現在已經不斷在那裡 通過行政的手段 在那裡洗腦了 已經是 對不對 現在幼稚園 又要行星期禮了 是嗎 有些朋友跟我說 我的兒子 一定不讓他做這些 我送他走的 你明白嗎 這樣 林鄭當然是好事 好事在就是 你一尾 她真是當你這班 玩弄於鼓掌之後 這些立法會議員 真是浪費狗氣 但是她的嘴唸是好 真是 你們是批准的 你真是 真是 意思是 你通過台政預算案 你不能知道裡面有這些東西嗎 是嗎 她的意思是這樣 你明白嗎 她都不是從理據方面去 是呀 不是的 即是說 喂 你這班人 懶 不看東西 要關我差事 但是你沒有從這個辯論 就是說 所以有些人去幫泛民主要解釋 就是之前很多人提過 是反對這樣的 那你政府充以不民 然後你財政預算案 就這樣拼懵過了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你的立法會議員 沒有繼續跟進呢 為什麼你不肯抗爭 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你不肯抗爭 現在整個問題在這裏 現在這個立法會 設了一條這樣的遊戲規則 熱力收窄 你只是純粹說 我反對這件事 已經不足以改變現在香港的現實 他退了三下水 現在還可以 如果這班人不吵的話 是不是 那你再拿回來說 他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苦 那就不要做了 因為你改變不了現實 你有沒有人去楊岳橋議員辦事處 那裏扔屎給他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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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了 我們那時候 選輸了的人 去我門口辦事 都可以寫文念 不是的 這個我真正造證 因為我當天沒有人在 只有我在 在這個辦公室 有個警察上來跟我們說 有班人聲稱 要去樂里元州村辦公室辦事 警察跟我說 就是社記 那我知是誰 那個人應該是姓馬 什麼差事 長毛也是長毛的 跟著長毛 也是長毛的 這些人認住他 認住他做什麼 這些小孩子 小孩子可以亂來嗎 沒有什麼所謂 反對權威 你是權威嗎 他們認為是 那你選輸了 我做什麼權威 選輸了就不是權威嗎 你去做兩場show給我看 你做什麼挑戰 我可以做兩場show 我可以做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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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算了 不算又怎樣 你現在跟著看 那些濕溝網台 一直在吵架林鄭月娥 就幫泛民主派 在那裏 叫屈的 楊鶴橋 楊鶴橋的燈 是蠻硬的 楊鶴橋 那個老人縱緩 一定是 一定是吵架林鄭月娥 你又如何 你改變了現實嗎 如果你不抗爭的話 其實長毛應該說 我當年在這裏的時候 我提修正案 玩糾距 大家就去這些問題 做什麼 你現在沒有 你那些立法會員 是沒有抗爭 我反對 就跟著下班 對 你長毛都可以抽水的 你明白嗎 那裏補選又如何 對補選又好 就這樣說 進去多探梁鶴橋 不是梁鶴橋 然後叫他發個聲明 是 支持這個 新冬補選 支持泛民主派 反正你這麼多泛民主派 去探望他 是吧 是 主要是天祺哥 願意寫一封信出來 你會發達的 對不對 那你本土派 就把邊頭都歸給你 教你 但是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就是 那個後果 就是很嚴重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你會累到梁天琦子後 沒有辦法抬頭做人 好了 還有一件要講的 提醒大家 我剛才說過這件 越講越興 就忘記了 現在真的有些少少老人之外 你明白嗎 還沒這麼掛念 你還是年輕的 這一單就是 記得買票看讀福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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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買票 因為這個期 都不是太好的期 大哥 初一 初二 初三 是公眾假期 是 年初四請多一天假 初五 初六 禮拜 不是香港 我叫你 我打 有些朋友說 我想看這個書 不過我出門了 你說多糟糕 對吧 所以大家幫幫忙 快點去買票 其實我預期大約七八成 那我就收貨了 對 對 別管他這樣 對 過年了 有七八成 我們是 有七八成 我低低的 因為那個期很小 你知道嗎 過年了 大部分已經出門了 不頑 又怎會被你預訂 對 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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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都在想 這個期真是 好吧 我也打算 你別管 什麼禮拜也做一下 你明白嗎 就是 要賺錢 大家都夠台 現在台就快要倒閉了 所以 大家就 你不想買Radio倒閉了 快點去買票 不要口唯而實不至 OK 不只你買票 你要找人買票 還要不要來跟我們拿票 快點去通理琴行買 OK 有些人 有很多人 人等到最後一分鐘 他都不揹 通手買的 通手買的 但怎樣都好 真的 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 當然你要出門 沒辦法 要不然 大家支持一下 買Radio OK 因為 要不然 就 收工 這裡 收檔 我就去 你有沒有專業賭碼 寫稿 我現在 很多稿寫的 要寫 夠養我的 你知道嗎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 還有就是 我們 我們 我們買Radio 普羅也有個 團連飯的 好像 25號 不過就是 我們 就是我們 為來 主持 義工 每年都有 25號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就是 星期四 閃閃眼 原來 今天是 2月10號 1月10號 我們的 商量是 2月9號 和2月10號 還有一個月時間 其實如果大家 肯 去買票 其實應該滿 應該滿 現在都差不多 有一半 但是 最好去到 七八成 全滿 就最好 大家 多謝多謝支持 好 節目時間到這裡 祝大家 新年快樂 現在都是 新精頭 一月份 九年有三個月 時間過得很快 接著我們就年宵了 年宵又多了些產品 遲些我們再在這裡宣傳 好 拜拜